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拿言 欢迎来到科技美学 苹果的iPad第十代以及2022款 M2芯片的iPad Pro马上就要上市了 在上市之前我们抓紧去苹果的内部媒体共同会 去看一看这款产品的时机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咱们抓紧 首先来看全新升级的iPad第十代 配合全新设计的双面妙控键盘 颜色方面充满了活力 再来看看底部的C口 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终于实现了 我们在现场对比了我们正在使用的iPad Air第四代 实话是说 手感上的差别是微乎其微 iPad十代只比iPad Air厚了不到一毫米 重量多了十几克 拿在手里真的很难感觉到 甚至放在一起的时候差别也不大 来看机器本身 视觉上面差别最明显的就是背面的颜色了 iPad第十代颜色明显更加鲜艳活泼 特别是黄色和粉色这两个配色 饱和度很高 妙控键盘夹也是如此 而银色和蓝色显然低调一点 看起来这四种配色分别是给男生女生准备的 那你更喜欢哪一种配色呢 这次iPad十代搭配全新的妙控键盘 在操作方面和iPad Air以及iPad Pro几乎就没有差别了 毕竟是相同的屏幕尺寸 操作习惯也没有任何变化 用来日常浏览网页学习没有任何问题了 要注意这一次全新设计的分体式的妙控键盘 你可以拆下来直接拿在手里 不用像我们以前一样需要把这个妙控键盘翻折在屏幕后面 这回拿起来要轻一些了 这里我们现场玩一下游戏 你会发现背面是有键盘支架的 下面就是很多人也是我自己非常担心的全贴合屏幕问题 现场的时间比较紧张 我们能够看的时间有限 不过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明显 根据以往经验在更多浅色背景的情况下 非全贴合屏幕的边缘会有一些差别 而在看视频玩游戏的场景 观感差别就没有想象那么大了 如果不是经常使用手写笔的话 只是看的话 观感差别不会特别多 重要的是这一次iPad时代的屏幕亮度是比较高的 现场运行了一些游戏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效果 当然了它的色域方面 这块屏幕只支持sRGB 并不是广色域 可能不太适合专业应用 看完iPad的第10代 再来看iPad Pro 2022款M2芯片的 现场拿着机器 第一印象和去年的M1芯片的iPad 在外观上面完全没区别 连颜色都是一样的 那就来看一看它们内在升级了多少 以前关于iPad Pro这个系列 很多人会吐槽它本身硬件性能很强 但似乎生产力不足 缺少这些专业的软件 那这次的好消息 就是知名的视频处理软件 达芬奇已经登陆iPadOS 我们现场使用iPad进行达芬奇的剪辑视频 以及调色工作 整个过程是比较顺畅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操作 包括调色 包括分析画面当中的主体 包括捕捉 包括运算 整体的感觉上 就像我们在操作一台笔记本的感觉是一样的 要知道 以往一些低配置的笔记本 操作视频剪辑软件还没这么流畅 那现场这台M2芯片的iPad Pro 确实让人很震撼 在现场的演示里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专业软件来到了iPad平台上面 比如这里我们可以用Shopper 3D来进行建模 再使用Octane X来进行快速的渲染 那出来的图像质量还是相当高的 在其他行业的细分领域里面 同样有很多专业软件可以使用触屏的操作 获得更好的人机体验 又想起了那句话 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呢 过去两年 随着M1芯片登录iPad 视频剪辑能力也有所增强 很多新媒体创作者会使用iPhone 进行拍摄高品质的ProOS素材 再由iPad来进行剪辑 而今年呢 M2芯片性能进一步提升 那全新的iPad Pro呢 也可以完整支持ProOS系列的拍摄 这样以后的工作流当中 可以临时加入一些 由iPad拍摄的素材 除了iPad Pro本身的 性能的进一步的提升 连苹果的手写笔Apple Pencil 也有了一个不错的提升 那就是悬浮预览 当我们将手写笔 靠近iPad屏幕的时候 大约距离一厘米左右 就可以对于屏幕上面 显示的UI图片图标进行预览 在不同的软件当中 还能实现不同的预览功能 下面这个操作 很多专业的CG画手 应该不陌生 当我们把笔悬浮在 屏幕上方的时候 另外一只手呢 可以在屏幕上快速拖动 预览 调节笔刷的大小 以及笔刷的透明度 以往要实现这样的功能 我们需要在专业的绘图板 配合电脑 配合键盘的快捷键来实现 而现在使用更加轻巧的 平板和手写笔就能实现了 可以预见啊 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专业CG画家 将会使用iPad 来完成他们的商业项目 好了 那不知道大家看完iPad之后 感觉如何 首先是iPad时代这个颜色 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安全的颜色 反正可能是我年龄 比较大的原因 你只要拿这个颜色出来 那不就是iPad Pro的样子吗 谁能分得清呢 反正我现场拿着 我是有点分不清 另外呢 它的颜值方面 比如说边框控制方面 真的就和iPad Air没什么差别 所以我觉得这次iPad时代的颜值 是挺高的 我觉得可能学生群体的话呢 为了追求个性化的 拿出来确实 它是比较显眼的感觉 但是就不太适合 我这种装老年人了 那至于M2芯片的iPad Pro呢 我这次是真的想尝试 尝试把它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来对待 因为之前的工作里面 更多的还是使用笔记本了 iPad这说是干活 它一般来说都用来看片了 那这次M2芯片 如果不用它干点活 真的是就有点白瞎 它这个芯片了 好了 那就请大家期待啊 过两天 我们拿到全系列iPad的真机之后 为你带来详细的性能测试 这里是科技美学 我是大爷 咱们过两天的视频再见